挥舞着队齐 穿戴一身全新球帽 球衣球袋和背包 台电旗下六支企业球队 推出全新logo 打造崭新形象再出发 5月3号 球队代表与教练齐聚一堂 在台电总管理处 举办logo发表会 展示新款球衣球具 要带给球迷们新气象新感受 像雅典的话 它就是有个盾牌跟一个剑 盾牌就是我们防守剑的话 就是我们的攻击 我觉得也有经过 我们一番讨论 然后决定出来是这个logo 我们台电有很多选手参加亚运 谢谢公司 然后一直为我们球员着想 然后让我们能够 午后不自由去备战亚运 新款logo以希腊珠神为设计原型 太阳神象征棒球队热力不灭 足球队如海神强势进攻 男排队勇士在场上 各个英勇无据 而女排队不亲眼放弃的精神 就像战斗女神雅典娜 英勇雷神则持续带领女篮 迎向胜利 女子与球队的代表人物 则是正式趋前迎战的胜利女神 这对会是我们所有球队在所有的希腊的众神里面 选一个属于跟他们的球风相搭配的内卫神 当作他球队的对会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希望透过球队对会的一些设计发表 能够来激励我们的球员 让我们球员的事情能够提高 让他们的未来能够重新再出发 然后争取更好的成绩 台电自民国35年开始陆续成立球队 是国内拥有最多球队的国营事业 多年来培育了许多优秀球星 在C场缔造无数家机 未来球队将持续争取荣誉 并不忘投入社会公益 深耕基层体育 以全新面貌更积极的作为 写下占星的篇章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